哪个女人能看得上你这样的条件这么落魄 那也不一定 我已经说了 虽然是我现在没有钱 但是我将来有钱 作为真儿八经的爱情的话 我觉得它是拍开所有的无止条件的 他如果看上我这个人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条件我觉得都是外在的 彩礼我给他2888万 大家好 我是王秋库 今天来到杭州这边 找一位大哥聊一聊他的经历 谢谢老哥 谢谢 老哥你今天几岁 我75年的49岁 因为我也是去年离分了 离分了我总还是 我还是想找一个还是想结分的 讲一讲你的经历吧 我是四川人 这个98年大学毕业 毕业过后呢 干过一些比如说摆地摊 卖水果等等 后来呢就在宁波这一家外资公司里面 从业务员干起 干了大概半年 做了3000多万的业务 马上就升为那个中国区的经理 那到03年过后 我就自己出来自己做智能化工程 这个利润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在05 06年我就已经达到了财富自由了 那时候想想房子车子儿子票子妻子 五子登口分房一死了 因为那时候赚钱太容易了 就持货完了 比如说酒吧喝酒 一晚上要喝个两三场 那时候买包包我是古旗的 那包包一万多块钱 比如鞋子那时候也是买的是非拉格莫的 那我是零几年的时候 比如说眼睛那时候普拉达 那个什么保时机 因为那时候我有钱 我就做股票期货 大概输了2000多万 毕竟我两套房子已经输了 因为那时候钱来的太快了感觉无所谓 那么像你现在来说的话 等于是1200了 现在1200 这个也是怪 只能是怪自己 没有办法 后悔也来不及了 听一讲你还是负债的 对的对的 你负债多少钱 负债是100多 但我不欠朋友的 主要是一些银行的信卡 一些网贷 那么老哥像你现在这个条件的话 我觉得你相亲很难成功啊 哪个女人能看得出你这样的条件 这么落魄 那也不一定 我已经说了 虽然说我现在就是说没有钱 但是我将来有钱 那作为真儿八经的爱情的话 我觉得它是拍开所有的无耻条件的 他如果看上我这个人 我觉得这才是最关键的 虽然说人又老又丑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我曾经能到财富自由购 我是能赚了钱的 能够东山再起的 是可以的 我现在我有几个研发成果了 那有的是可以达到 诺贝尔奖的高度水准 我已经总结出来 也是研发出了几套 就是可以成功的系统 现在正在面向社会推广 将来费用投资人看上我了 我将来一定是有钱的 哎呀你都已经50岁了 还谈潜力呢 你这个 这个很正常 因为有点做白日梦了 这个不是这么回事 那你可以认为我是做白日梦 但是我认为我是实大实的 但问题是女方现在对你不了解 她怎么能相信你未来 能够赚到这个钱呢 那不了解 她就是要慢慢的了解 那么老哥 你讲你儿子也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我儿子他身心不自由 身心不自由是什么意思啊 就他没话独立的去生活 没办法去沟通 没办法去表达 他是一个什么病呢 他这个现在叫自闭症 叫孤独症 叫自闭症是吧 这个我想现在一般人应该是知道的 这个是你大儿子 对的对 是多少岁了今年 他今年19岁 他是需要我24小时照顾的 那我觉得你 来爸爸抱一下 作为父亲还是蛮负责的你看 亲爸爸一下 哎呦这个还蛮恩爱的 和你儿子 对的 因为我是与他相依为命 那么大叔 你对这个女方有没有什么择偶要求的 呃 女方呢年龄我是要求18到34岁 就35岁之前嘛 因为如果要生孩子的话 就35岁之前 因为避免高龄惨破 如果不生孩子的话 就18到39岁 39岁以上的不考虑 因为我喜欢年龄比较小的 比我前妻也比我小7岁 就像有的女孩子喜欢大叔一样的 我对身高也是有要求的 1米6以下的是不考虑 因为太矮的话 我也不是很喜欢 1米6到1米88 1米88以上的 我觉得太高了 你身高多少啊 我身高年轻的时候1米74 现在年纪大了老了 只有1米72缩水了 对体重的要求 就是45公斤到65公斤 我觉得如果太胖的话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 她对她身材都不爱护 我觉得她对生活的态度 也一定不是很好 那么大哥听起来 你这个还会给女方彩礼 尽管你现在又负债又没收入的 对的 彩礼我给的2888万 什么你再讲一遍多少啊 2888万 8888块八角八分 另外还有一些经营 一些预期呀 一些自动化呀 你拿什么来给人家 这个彩礼我可以分期 我可以1到5年分期 实际上是我们共同的财富 你这个前后有矛盾 你前面跟我讲 你希望女方不是看中你物质 是看中你的内在 那么你还要用彩礼 你去吸引别人干嘛呢 这个财业我觉得是尊重 相当是我可以像现在很多男人 就把工资上交一样的 我所有赚的钱都可以交给他 还有一个就是对他的工作是有要求的 需要一些固定的稳定的 固定的就是说不需要出差 稳定的就是比如说像秧国妻啊 体制内啊 比如说老师啊 医护啊这一类的 当然有是更好 如果没有就是他自有职业也是可以的 另外就是对女孩子的 还是要有房没有房贷 有车没车贷 没有负债 对就别人不能给你带来压力 问题是你能给别人带来压力 我意思就是说 因为我现在比较困难 如果他有这个诚意 看上我这个人 我们可以互补嘛 另外还有要求就是国际不限 地区不限 分室不限 有没有啊 带儿子带女儿不限 要性格好 脾气好 好沟通 因为我跟前妻就是吃了这方面的亏 是这么个情况 只要一切沟通都可以解决的问题